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健身照曝光,为新角色继续加恋 粉丝看到却喊话拒绝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自律的艺人 往往路人员会更好一些 艺人本身就是要给大众树立榜样 能够给公众传递正能量 这样才能够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好艺人 如今娱乐圈有很多新人 在这样频繁更新换代的圈子里 想要能够站稳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如今很多艺人都是靠热度 流量支撑的,但这样的支撑是短暂的 能够长时间吸引粉丝的支持 还是需要艺人有真本事的 王一博是最近几年公认的流量艺人 甚至因为这个标签 他也曾被曲解,被质疑 然而走红这么多年以来 王一博一直都在走上坡路 从他如今的状态也能够感受到 流量和热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王一博禁组拍戏新作品已经很久了 这一次王一博参演的《长空之王》 秘密进行拍摄的 虽然已经开拍几个月了 但是这部电影的光博 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 早在王一博参加 《这就是街舞》的时候 他就提到过自己在剪中 而且是为了新角色 随后王一博开始拍摄《无名》和《长空之王》 虽然王一博的作品并不算很多 但是他对待每一个角色的态度都足够真诚 王一博禁组的日子里 粉丝们虽然也觉得有一些孤单 但是为了让王一博安心拍摄 粉丝们也都主动找一些其他的物料看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王一博的近照 而且还是在剧组之外的地方 难道王一博的新作品拍摄完成了? 原来该网友是在健身房偶遇了王一博 王一博也在努力地健身中 拍戏还不忘健身 看得出王一博这一次为了新角色真的很努力了 看到王一博健身的照片之后 大家都觉得很激动 毕竟粉丝们也很久没有看到新鲜了王一博了 但是随后很多粉丝们就开始抵制这些照片和动图 粉丝们表示偷拍的照片还是不要继续外传了 粉丝们都主动呼吁大家都能够远离艺人的生活 能够多靠近作品 尊重艺人的私生活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粉丝真的很理智了 而且对于各种私生粉的行为是坚决抵制的 这种过度的关注并不是真正的喜欢 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为 王一博出道之后曾多次受到私生粉的打扰 之前就曾多次被打爆电话 甚至还曾在王一博的车上安装跟踪器 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到他人的隐私了 也是犯法的行为 针对各种打扰 王一博也曾多次发文怒斥 王一博是很少会把私生活摆出来说的艺人 但是几次三番的打扰真的让他忍无可忍 总之目前王一博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在禁组拍摄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依旧是很严格的 即使没有这些照片 粉丝们也都相信 王一博是能够塑造出非常惊喜的角色的 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粉丝们这一次的态度 对于各种侵犯行为就是要坚决说不 期待王一博的代播剧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